实际的技术怎么样应用在智慧制造 那首先呢 在智慧制造的部分 大致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可能有产物系统 MES系统 或是ERP 或是整个机联网 物联网的系统 或是仓库的一些资讯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使用情境 大部分这些系统都要到哪里去操作 都要到电脑去操作 或者是相对应的手持装置 可能是BDA 或是平板去操作 那都还是 免不了还是要用手 就是你可能在操作的同时呢 你可能要移过来去在手这边操作完 然后才去可能实际的物品 这样的部分的话 当然会有些不方便 那应用X 就是相关的延展技术 延展实际的技术呢 那用到哪些技术呢 可能会有些定位 我们就要用到定位的技术 那也可能需要手势 眼镜的话本身有摄像头 它可以去分辨你手势 以便去控制我要下什么命令 或者是一些我要比较炫的一个 一个VR的一个成像的话 我要我的材质渲染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是比较耗费运算的资源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在控制的过程中 如果手势的部分不是那么 它的成本比较高 我们可以另外一个 透过叫做语音辨识 我可以用语音去下命令 那这部分的语音辨识的技术 其实非常非常成熟 那再来是影像辨识 影像辨识除了一个物件定位之外 我们也可以去针对 比如说扫码的部分 因为现在手机也可以都做扫码 这个技术也是非常非常成熟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要延展出我所要的一些物件 那我要去建立所谓的一个3D的一个模型 然后进而产出有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部分要有这些技术去做一个 做一个加种进来的话 去呈现到一个那个延伸技术里面 那在这些的装置里面呢 我们最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在 呈现和接收指令 那呈现的部分就是说 我在整天在眼镜上 或者在镜片上的一个视觉化 那接收部分呢 我可能会有麦克风 或是一些影像的一个传输 会有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个部分的一个应用呢 其实我们是透过这样一个 视觉化的一个装置 去让我们操作者 我们现场的操作者 或者是说我的仓库的管理员 管理人员去做一个 不需要再用手去跑到电脑 去操作的一个这样的概念 去操作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装置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介绍案例的部分 那这个案例的部分呢 呃 大部分是影片的介绍 但我要这边讲一下 就是因为 呃 目前在国内 哦 就是在用应用到这个技术的部分 毕竟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也希望是 可以让呃 我们的客户呃 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应用紧进 但是呃 现在 比较多的部分 大大部分 大家 大家想到的都还是用电脑去操作 因为毕竟建置这个 目前的成本相对来说 是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我相信可能 呃 没必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叫做元宇宙的元年 这个 这个开始之后呢 相对应的那个穿戴装置呢 会越来越便宜 那这个部分呢 就有机会 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 引用进来 所以我后面的影片 大部分是 呃 我会去 有一些是我们伙伴 他们去 可能是国外 或者是去实作的一个案例 那有些是 我们去截取 就是 呃 一些 有这样技术的公司 或者这样装置的公司 但实际应用案例 OK 那 目前的话 我们 归纳起来就是我的延伸实际呢 大致上可以 有一个六大的一个 功能应用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产线规划和 设计补助 那第二个是 所谓的生产即时监控的部分 就是我们比较偏向 我们要做MES的一个监控管理 或是我要看到 生产线实际的实际的 目前即时的状况 那 再来的话就是我的 呃 这个即时远单维修管理 目前来说 呃 应用的比较多的话 会是在这一块 就是呃 原则上就是有一些设备 设备公司 设备商 他 他可能没有办法 呃 他卖到全世界各地的话 就是这些维修的部分 他不可能一个 一个机台故障 他就要 飞到那个国家去做主理 所以他们会比较多的一个 需求去做这样远端 哦 维修管理的部分 待会会有一个介绍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场内的部分 可能需要做一些作业辅助 哦 就是我所谓的 我要看到 我可能 MESOP啦 或是图啊 或是其他的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 我针对品质的部分 有些怎么管理重点 要去做监控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的厂区的职安的一个管理 那这个比较偏向于 比较大型的一个 可能 maybe是化工业啦 或者是比较大型的厂房 他要监控一些 厂务的一个系统 这样的一个 一个延伸的一个管理 那最后的话就是 人员教育训练的部分 那透过 这样的一个 可能就是比较偏向用VR的部分 我们建设一些3D模型 让我们的人员教育训练呢 不需要再由人去教 而是透过 我已经建设好的一个课程 建设好的课程去让 我们人员的训练呢 能够有比较真实的状况去理解 我们生产线 我要怎么操作 遇到什么样的机台 我要怎么维修 感谢观看